好 这个5月1号了 华为还有比亚迪 这个中国大陆呢 两大这个发光发热的品牌 都公布了这个第一季的财报 我们就来比一下 那华为毫无疑问的 就是一个王炸的概念 它的营收1784.5亿 这是计算是人民币 年增率是多少 36% 那它的净利多少呢 我们不用看数字 看数字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净利润是11% 年增啊 年增是564% 就是增加了这个五倍 然后这是华为被美国制裁以来 最好的单季财报 大喷发的一个概念 然后科技公司也发布了讯息 那华为发布了这个市场报告 经历13季之后 重回中国的榜首 它的手机出货量 市占率达到17% 过去事实上 虽然这个华为很热 但是在大陆 其实卖的最好的手机还是苹果 那现在华为已经正式超车了 完全超车苹果 然后它的低级财报 好的不得了 再讲一遍 它的净利润五倍以上 那相对的 比亚迪 当然他也还在正成长 但感觉上它的速度 就好像放缓很多 在今年第一季 他公布了他的这个净利润 我们看到 净利它的年增是10.62% 看到没有 但问题是同比去年第一季的净利润 增加多少 四倍 410.89% 今年是10%而已 好像这个比较起来 韩兵我用停滞来讲 这样算是精准吗 其实不应该这样说 不能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你把华为跟比亚迪 比较一下就知道 卖汽车比卖手机难赚多了 当然 而且最近他们全部都在降价 都在比降价 因为现在汽车市场 已经是完全战国时代 大家都在拼价钱 你看特斯拉已经降价 降价再降价 最近台湾也降 虽然台湾降的幅度 比其他个人都低 但是多少还是降价几万块 那你大家的利润 都压得这么低的情况下 你看他营业额到1200多亿 结果净利只有40几亿 所以你看这个利润 被压得非常非常低 但有一个我们没有写进去 很重要 就是比亚迪今年财报当中 你看到他放在研发经费的部分 也比去年大幅同比增长 他更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正在竞争的 最激烈的时候 如果你这时候放慢脚步 你不把资源投入研发的话 你一下被人家有一个关键技术 一旦突破你就完蛋 就直接死掉了 你看像宁德时代 昨天不是又发表一个吗 它续航力可以1000公里的锂电池 对啊 所以大家都在拼这种技术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懈下来 我甚至觉得现在大概所有的 这些新人员车厂 大概都是赚的钱 全部几乎都是投进研发 对我们中间有一张照片 这是今年最新的第一季的财报 我们看到比亚迪长安其实最惨了 赛利斯是因为搭上了这个问界嘛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他过去是负成长 他今年算是正成长 但是比亚迪来看 当然大家还是会拿来比啦 寒冰涨的太多 这两个不同的业别嘛 你完全不能比 但是毕竟都是明星品牌 华为就是爆成这样 对啊 因为你这样比就变成 卖烧饼跟卖牛肉面身比较赚钱 对 没有错 实际上我跟你讲 比较很好 烧饼可能比较赚钱 有道理喔 因为烧饼是劳力密集 他成本低嘛 他如果卖出一个赚一个 牛肉面比较精致成本高嘛 但是华为其实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利润虽然相对高 可是手机市场那一种 你只要一个风潮不对 就整个结束掉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看华为之前多惨 那现在一下成长那么多 当然就是整个民族性啊 然后整个宣传的凑效啊 再加上MAN60 Pro 确实打响了一波攻势 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是你考了第一名之后 你下一次考试 你准备要怎么办 你如果还是第一名 普通的第一名 就让人家觉得没有那么稀奇 你可能不但要第一名 你还要那个分数超级高 才会让人家觉得 比较有震撼性的效果 所以对华为来讲 挑战其实是更高的 我又要问韩兵一个同样的问题 你看看他上次这个雷蒙多来 就是MAN60 Pro出来嘛 那这次被美国制裁 以后我丢出这个财报 有没有最好的单季财报 我问你美国的表情如何 雷蒙多的表情如何 他们现在只有装作 没有这回事 不然你叫他怎么办呢 其实华为这次已经很给面子 他没有趁布林肯来的时候 再发一个 所以布林肯来的发的是 那个不见号 那个是有军方去决定 华为就在后面看就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华为当然这一季表现非常亮眼 可是接下来今年的表现 我觉得就异常重要 也就是如果他这一季表现 又是非常亮眼的话 那就开始站稳脚步 那如果只是像去年这样谈话一线 然后接下来开始落入平常 我不要说他亏损 只是说表现没有那么好的话 恐怕整个市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陆这些企业来讲 都是面临一个关键期 也就是你要在市场上 怎么样能够去吃掉别人 然后站稳自己的脚步 这是非常重要 不管比亚迪不管华为 我觉得挑战都还非常多 绝对不能掉以心情 我后面好多战争题要留给丽将军 所以我让委员先补一下 你怎么看到华为跟比亚迪的最新财报 这个当然是非常的好 因为华为被打压之前 一年的营业额是8000亿 等于平均一计是2000亿 那现在1000多是回到了以前的八折 所以应该八成还是再借再利 回到2000亿 这样一年才可能有8000亿的营业额 而它这个是所有的营收 不只是那个什么汽车手机之类的 所以我们是给他的一个祝贺 但是华为也要注意 就说他现在不直接做汽车 所以很多的汽车的安全系统 不是他做的 所以昨天前天一个问界的 在山西有一个问界的车子 撞到洒水车起火 车上三个人就被烧死了 而且门打不开 所以这很难 他只做里面的系统 车子不是他做的 现在明明看起来就基建有问题 就是没有那个 大家所想象中这种电动系统 碰撞会自动刹车 然后会自动弹开车门的 这种功能都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问界这款车就出现这个问题 可是车子不是他做的 现在出问题的不是你那个什么鸿蒙系统 出问题是你的基建系统 华为不是做安全系统 华为不是做保险杆的 因为他的名声太响亮 所以标题还是会拉华为 对标题让你打你华为嘛 所以我觉得华为可能真的要考虑 要做车的时候要慎选合作厂商 这件甚弦 所以我们来讲个经典案例 这个那个谁啊 那个刚开始特斯拉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车祸 然后特斯拉的马斯克很会做公关 他马上捧着现金去给家属 然后就开始做做做 后来他去证明说跟他 他不用负那么多的责任 然后做很多的修改 一个新时代的电动车 第一个要有这种 crush stop 就是碰撞停车的功能 那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华为要在这边 要再加强 跟你所有的合作厂商 你要主动开出规格出来 要开出规格 那这个比亚迪 虽然他赚得少 但是一个汽车公司 就是一季能够营业额到达一千 将近三百亿 这是很高的成就 为什么 就表示说卖车子跟他卖豆干一样 量很大一三百 你数一数一千三百亿 一部车假是二十万 三十万人民币吧 很大的量 难怪他要用油轮去 去货大货轮去送车 不过 韩冰兄讲对了 现在因为汽车竞争 正在红海市场 搞了这个 特斯拉也要杀架 搞了很多 那个Toyota 全部都在想血流成河 对啊 不 因为这个是比亚迪的策略啊 他是觉得说我先抢占市场 我先成为市场上的老大 我以后就有了定价权 而且我有规模经济 所以我投了大量的研发费用 然后这个价钱很少 这个有时候我是觉得 比亚迪也很厉害 这个明明是问责出了点状况 他马上讲说我们有 crash stop 我们有些什么东西 透露出来啦 他也不愿意跟华为合作吧 对不对 他有他自己的支架行 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没搞好 对嘛 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比法塔赫跟哈马斯更难搞 我看北京 你强出来大概也没有用 这个大概很难 这个很难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